我心中完美的马卡龙 应该要外酥内软 咬下去先是一层又薄又酥的壳 接下来才感受到柔软 还要带点湿润又不粘牙 甜得刚刚好 我是Linda 拥有法国和日本两大甜点体系的经验 一直以来 我致力将国外的甜点理论和精神带进台湾 在日本 甜点是一种匠人精神 职人的坚持 在法国 甜点不只是一种浪漫 更是日常 是生活 在这堂课程中 我希望将法式甜点之最 马卡龙 呈献给大家 马卡龙精致又娇贵 是许多甜点人的头号大魔王 为什么外壳容易空心 蛋白霜配方比例 打发过度都有可能 蛋白霜是烘焙的基础 我会教学三种以上的马卡龙蛋白霜的打法 详细讲解烘焙原理 提高成功几率 我将自己很爱吃 以及很多人喜欢的口味都放进来 经典风味 水果花香系列 浓郁茶香滋味 首长大人系 独特的欧式鲜店 我用了台式的乌鱼籽和西式烟熏鲑鱼 咸口味是一种调和与平衡 为马卡龙提升更丰富的层次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堂课中 找到打动你的风味 课程中示范的两种大马卡龙 运用法式甜点的概念 组合花果香甚至加入伯爵茶 创作出更多层次的风味 很多人对马卡龙的第一印象是很甜 其实糖是外壳酥脆结皮 展出优美裙摆的关键 大到阔斧的减糖会提高失败的几率 必须拿捏糖的精准比例 了解糖的功能 你也能调配出属于你独一无二又不甜蜜的马卡龙风味 我最想带给大家的是我多年累积下来 以及这次在花很多时间研究的所有成功与失败 全部分享出来 做出连自己都能感动的马卡龙 是我的人生愿望清单之一 我是Linda 只要你喜欢烘焙 喜欢甜点带给你的快乐 邀请你加入我的马卡龙研究课